大家好啊 我现在有点虚弱 因为今天刚才和夏小姐去航冬办事情 先去皇家买菜 又去奥特莱斯去采购一些东西 因为她三月份要回国 三月头上 想要带点东西回去 夏小姐一逛奥特莱斯 就逛花辫子 时间控制不好 然后我现在好饿 血糖好低 因为一点了 早上吃了早 然后有点有气无力 但吃饱了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也探加新的点 叫做Banga 好像是一家咖啡馆 家带住宿的 反正照片挺好看的 但距离市区挺远 真的蛮远的 它是靠近Doyfin的一个地方了 大概从市区过来要15-20公里了吧 先看看吧 这家咖啡馆也是消费环境的 它是带住宿的 叫做Banga Coffee and Resort 然后你们都看到了 它很远远的 就是里面景色挺美的 都花园啊什么的 花花绿绿的 颜色很好看 呃 住宿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晚啊 但我觉得是蛮休闲的地方 吃的呢 估计以我的经验就 就叫常规吧 就是一些泰式简餐和那种西式的一些简餐啊 主要还是来消费环境了 食物对我来讲 现在其重要性没有那么高 环境好看 然后才会更注重啊 因为毕竟年纪大了 吃东西其实吃的不多了 吃的精致一点 然后好看一点 走过头了吧 好像是从这儿进去的啊 找的花真的不错 这扇门 这门看起来也是有年代感的门 你们看到没有 这门也是有年代感的 估计还是算老门 哎呦 里面环境不错 是那种欧式风格的 还有空调呢 在这郊区的地方有空调还是蛮好的 画面挺好看 室内也不错 吃东西估计就是意面啊 感泡啊 薯条啊这种 老板 买这些东西 其实还真是要收集满长时间的啊 这东西要花时间才收集过来 简单看一下菜单啊 价格呢是不便宜的 然后但也还好了 就是只是泰国不便宜 我们的中国人都还好 然后你看他有的很多东西 都是那种感泡的做法 比如像这个是嘎炮的一面 然后最有名的就评论里面说 他的这个很有名就是嘎炮的一个可颂 这从来没有见过 嗯 就喜欢那种嘎炮风味的可以来试一下啊 这环境看着蛮舒服的 我觉得挺有品味的啊老板 是吧 看一看这儿的装饰啊什么的布置都是不错的 看他的花园 待会点好东西去花园再拍一下 我饿得快昏过去 现在再去拍拍他的花园啊 嗯 想他们做的快一点吧 这些东西 价格其实还好了 就想想想他的花园的一些布置吧 很欧式的一家花园 你看到没有 就用这种 哎他搞不好会不会自己也有精灵这种 逃逸的这种东西啊 还是从哪里搞来的 其实很多都还蛮特别的 你看这个 嗯 也不是一般你想买就买的很大路货的那种东西啊 什么是大路货 大路货就是像 这种猴子 我在好多地方看到过了啊 这环境还蛮舒服的 现在 稍微有一点点热 但你喝点冰的东西就可以了 但如果 嗯再过一两个月就到四月份啊 这种室外就不太好做了 哇这花园真的挺大的 有没有 再往前看看 他的这个resort是在那个地方的啊 芒嘎resort 咖啡馆是在那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花园的座位的一个简单的牌子 做了个示意图 不知道多少钱一晚 我在谷歌map上没有查到 应该都是一间间这样的 这样的房子啊 是吗 你看到他房子 在哪 不知道他的那个resort 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会不会是老板住的 这感觉是他们自己住的啊 不像是租给那种客人 要么还在这前面嘛 再往前看看 一进到底 哎呦这个花园其实你真的要打理还是满花功夫的 邦嘎 邦嘎 邦嘎什么意思啊 看他这个有个什么仙人掌之类 邦嘎是仙人掌的意思吗 他很多地方都蛮适合拍照的 按照网红标准打照的啊 小姑娘来这里应该蛮喜欢的 像这种地方啊 这种地方啊 其实都是挺适合拍照的 花花草草草的 我们中国的大妈们应该蛮喜欢的 诶 一个人来的女孩子还能够在这儿 跟她有拍张照是吧 你看前面的有这种爱心的在柯有树下 真的不错 他这里挺用心的 有设计真的蛮用心的 就是离市区太远了 就只适合有自己的交通能力 比如说自驾啊 或者在这住很久 租个小摩托的人 在这住处可能还不错 我估计他一晚上也不会便宜 看这儿还有很多这种 也比较土鸦了 小喷绘也可以吧 他的房间应该都是在这儿 应该是一间间的这种小房子啊 对不对 那就是这儿的 如果市的话应该还蛮贵的 我估计啊 我这路走错了 没有往后面走上了 也不往那儿走了 因为那后面看看也没什么东西 这个是葡萄架嘛 要是真的种满葡萄架也蛮好的 也是个爱心的一个形状 看到吗 拍完视频圈回来 只上了点饮料 样子还可以啊 但是我现在好饿啊 这饮料 稍微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血糖问题啊 赶紧喝一口 我点了这边呢 叫做Peach Tea Coffee 它是放了点 专制新冠的黄桃在上面 下面还有一些 这个Peach Tea的那个糖浆 拌拌匀 这个不拌匀啊 我跟你说 它到时候厚钱厚一点 喝拌一下 其实理论上 再让它冰化个五分钟 再喝会最好 但现在没有办法 来一口 还不错 确实还不错啊 蛮爽口的 冰冰凉凉甜甜 点点酸味 哇 跟喝酸梅汤死 我老爸点的Avgato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吃不太难 虽然偶尔也会香一点 但是还是喜欢喝那种更冰爽一点 Avgato 它这种热的Espresso加冰淇淋太浓郁了 在泰国有时候喝 总是觉得有一点太浓 夏小姐常点的那种Cabrona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用的什么指示 让它端过来说一股臭味 不得了啊 要命了 我的妈 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把这个臭的这个Cabrona怎么样 一般来说 就算知识味道重点 也不至于这么重的一个味道 怎么说 好好的 我给你娘了 他也不可能什么用蓝纹什么奶酪 这种高级的吧 吃起来怎么样 说吧 那味道怎么样 味道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我知道 这个是感觉的 你吃起来麻烦了 这个 这个 好吧 这个 应该还是味道比较平凡的 一道不会因为它臭反而变得更加好吃啊 盛点盛点 作为一个Cabrona爱好者啊 不出意外的点了这个Cabrona爱面 我还点了一个Cabrona的可颂啊 待会尝尝看 哎呀 但是我现在胃不是特别好 我跟他说少放点辣 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少放啊 但味道闻起来真的好香啊 超喜欢Cabrona的这个味道 先把几个辣椒挑走了 然后尝一下我的这个Cabrona吧 嗯 真香啊 它没有少放辣 就是标准Cabrona的辣 他跟我说nina little spicy 还是很辣 但辣的很爽 他点的是那个 冰的一个Pitch Tea Coffee 给综合一下 但好吃呢还是好吃的 就是Cabrona的那种特有的一种吸引人的味道 就是说辣的好爽好鲜 一边辣一边 但一边就是忍不住停不了的那种 特别有时候你点一份Cabrona 你看个美剧啊什么的 我真的超爽 可以慢慢吃一点点吃 然后可以看很久 看很久电视当下酒的那种东西 好这是他们叫的Signature 那个Cabrona的这个可颂啊 我第一次吃的 其实我能味道也能想象出来 因为跟我的这个意面也差不多 但还是想要尝尝 看看这个外面的这种酥皮啊 配合这个Cabrona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 好 哎呦 掉下来了 还来一大口来一大口啊 我感觉会很辣的样子 因为它里面的料很足啊 说实话 它因为那Cabrona给太多了 一口咬下去啊 酥皮就有一个口感 就是它的那个 就是可颂的浓厚的那种 带黄油啊奶油这种味道的啊 这种 倒是被冲下去了 你尝不出来味道 只有一个酥酥的口感 就跟它说句实话了 体验一次就够了 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可颂可能还是更适合一些甜的啊 这样才能把它的里面的奶油啊 黄油那种香味给那种烘托出来 跟Cabrona这个味道太重了 Cabrona只能适合一些比较清淡一点 其实配米饭最好 要么就空口吃 配点酒 好 结完帐吃1133泰铢 是一样东西啊 摊下来一样东西就20块钱左右 是吧 泰国东西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有些东西我在视频里没有拍一些简单的什么炸鸡吃啊 薯条啊 还有些饮料什么 还有我妈的那种就没点啊 实际上就是东西还是蛮多的 现在点的蛮丰富的 所以价格还行